台湾的新领导,雷琴贼,今天在第一次讨论中,他说中国和台湾不相同,并认为台湾的正确,这就是中国的讨论。 这个问题你可以向中方的主管部门来了解。 我要强调的是,台独是死路一条,不管打着什么幌子,什么旗号,推行台独分裂,都注定失败。 近期我们看到有众多的国家国际组织政要和各界的友人,在友好交流活动当中公开表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分裂,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那中方对此有个评论。 近来众多中国建交国的政要政党各界友好人士和世界主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中方举办的友好交流活动,重温与中国建交历程,回顾对华合作成果,密集发出磕首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展现反对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 事实一再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站在一起,支持中方反独促统的正义事业。 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投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更改变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纵容支持台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必遭失败,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一天终将到来。 那我们也注意到,一段时期以来,美方一些人是不断地散布歪曲连大地2758号决议的言论,声称该决议未解决台湾地位,不禁止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那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国际社会早有定论的问题,已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是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缓中国。 波斯坦公告进一步规定,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日本在1945年日本投降条款,及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均承诺遵循波斯坦公告前述规定。 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解决了由谁代表全中国的问题,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非主权实体,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发言人在涉台表态时都明确,联合国以联大第2758号决议为指引,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曾出具多份法律意见,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60多个增加到183个。 这清晰表明,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方一些人恶意散布联大第2758号决议,为解决台湾地位,不禁止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等谬论。 试图通过翻炒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国际社会早已彻底解决的问题,来否定联大第2758号决议,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国际正义和良知,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既十分荒谬,也十分危险。 我们正告美方一些人,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终将被时代潮流吞没,开历史倒车,只会坠入历史的深渊。 我有两个关于菲律宾国家安全发言人乔纳森·马达亚在今天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发表的言论。 第一,马达亚表示,菲律宾政府认为有必要救中国破坏南海山沫礁,包括捕捞、设备、巨隔等行为对中国提起诉讼。 第二,马达亚还对上周中国海警发布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评论。 他说,中国对公海没有权利,该规定违反了国际法。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此前曾有报道指出, 飞方有些人士宣称中叶岛附近大量珊瑚礁严重退化,吸引人为损害,还误称唯一具有嫌疑的国家就是中国。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对包括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飞方非法侵占中国中叶岛,并频繁在该岛附近海域开展活动。 如果上述海域出现环境问题,飞方最应该反攻自省,而不是无端指责中方。 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海警程序规定的实施,旨在规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更好维护海上秩序,符合国际通行作法。 有关个人和实体如果不存在不法行为,就没有必要担心。 What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action to the death of the Iranian president? 习近平主席已经向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之宴殿,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就莱希总统在直升级事故中遇难,表示身前哀悼, 向穆赫贝尔第一副总统,莱希总统亲属,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慰。 习近平主席指出,莱希总统就任以来,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做出重要贡献。 也为巩固和发展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积极努力。 他的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伊传统友谊。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方也对阿卜杜拉西洋外长不幸遇难,深表哀悼,向阿卜杜拉西洋外长亲属,表示诚挚慰慰。 我们注意到,5月16号,第33届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召开, 阿拉伯国家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写入理事会会议决议。 请问中方对私有和评论。 中方高度赞赏,阿拉伯国家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写入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决议。 这显示出,阿拉伯国家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是好朋友,好好伴。 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捍卫公平正义,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阿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